说工具这身高级特别定制是女装成衣改革 真的不要再开时尚圈的大玩笑了 今天这条视频告诉你为啥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 高级定制就是我们所说的高定 也被称为Halt Contour 这里的contour指的是缝制刺绣等手工艺 而Halt则意味着奢华的制高点式服装的崇高境界 能够有这个资格的品牌都要经过法国工业部审核许可 并且满足如下要求才能够被称为高定品牌 一套高定的价格动辄上百乱 明星都是直接不买 真正能够买得起的不过也就是一两千人 大约都是王室贵族 购买之前先选好款式 大约要经过三次量体 第一次量体之后 有的品牌会制作出符合人物比例的人台 第二次量体就会适配样 因为高定一旦制作起来就很难大改 最后第三次量体进行局部调整后才能够收到成品 所以对于只借不买的明星而言 品牌是不允许大改的 基于以上这些高级特别定制的特别就在这几点 一高级特别定制的衣服一般不会出现在秀款里 也就是说衣服本身不具备被其他客人挑选的可能 所以只要被认定是HotCounter特别定制的衣服 就不可能是成一改的 是品牌设计师为了这个人而专门量身打造的独起一份 不管是版型面量还是工艺都是为他专属全新设计的 而传统高定是在设计好的款式里面选择再进行量体制作 高级特别定制是有钱也买不到的 一般是品牌或者设计师特别喜欢某个人才会为他进行特别定制 数量真的是少之又少 爱丽萨布的高级特别定制总共只有四人 第一套给了英国女王 第二套给了爱丽萨布创始人的孙女 第三套给了Lide Gaga 而第四套就是本色工俊上身的黑奥式亮片西装 它不仅是爱丽萨布高级特别定制内衣男性第一人 更是全球男性第一人 三高级特别定制的衣服具有唯一性 即便这件衣服不需要买也不会再有第二个人来穿 而传统的高定有多位明星借穿或者客人同款的可能 虽然一般数量不会超过三件 但依然有状况的概率 也就是说不仅不会再给第二个人来设计同样的款式 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来借穿或者购买这件衣服 哪怕是百年以后这件黑奥式亮片西装都只能写着工俊的名字 这不仅说明了工俊时尚表现力的超高水平 也说明了品牌对它的喜爱和认可 你是不是也很期待他们后面的合作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 got breaking news and it's not about y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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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e been breaking hearts